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要出门啊 靳总 我这还是有点饿了 我下楼吃口东西 我就想到了嘛 我给你打包了 看见吗 还有一瓶好酒 咱们边喝边聊 谈谈意图和生活 谈谈意图 谈谈生活 谈谈生活 对吧 对吧 那个 我说到哪儿了 已婚男人的家庭责任感 对对对 这个十二万分重要的了 因为一个有婚的男人 首先你对你的太太对你的孩子 一定要忠证不二 特别你将来要加入我们这个团队 是不是要经常长期出差再败的 对吧 生活问题千万不能出差错 是吧 因为你我看好你的 你这很有前途 你很有才气的 是吧 这方面融不着有任何散失 你知道我的意思吧 知道 你是不是陪我喝点酒啊 你看一口都没喝 我现在已经点燃了 好吧 陪我喝点 靳总 我本来我的身体就不是太舒服 完了 我明天不是要复事吗 我这一喝酒 迎向明天复事 原谅 好 不不不 应该是我打错了 我接受你这个说法 你还得很理智的 能控制 对 考虑明天复事 那好 那你茶袋子 好 我敬你一杯 我说得很开心 各位 话说回来了 酒色财气啊 酒色财气啊 其实这个酒啊 是最好控制的 但是 你其他三种很难讲的了 你比如说酒色财气这个事 其实我呀 接受年轻人过来的 是不是 你们年轻人呢 像巴西我小的啦 你比如说这个 很难经历一些诱惑了 特别在没有事空虚的时候 就中央和异性淘气一下下了 是吧 这个我就觉得是不对的 当然如果是你未婚 你再怎么淘气 我没法管你 是 可是呢 结婚了就不一样了 对 特别是你要加入我们这个团队 我是有必要说两句 对不对 该不要说两句 你说应该应该的 OK 我们这一代人啊 都是在传统的教育下长大的 我记住我们呀 我们的观念都比较正 所以我希望我的团队每一个成员 都要有一颗本分的心 你晓得吧 晓得 就是一个人的个人为力处理得怎么样 直接关系到他的工作质量啊 对 你说一个道德底线很低的人 他怎么可能胜任一项重要工作 或者说一项长期的重要工作 甚至一个长期在外出差的工作 是不是 是的 所以说这个时候 你要经过任何诱惑的话 那么 好了 我们知道你的去工作 还是去享乐去了吗 对 我们不晓得的 是不是 我说的这个可不是测谷的话 我是强调 对 强调你晓得了 那个金总 那个您说的对我的教育我 我都听见了 那个您看什么 好 这样这样 你听我说 那么好了 接下来咱们说到这个第三种 就是这个财 那个金总就是关于对于财上这一块 我也对这 对 对不起啊 喂 你怎么还不过来呀 我这都收拾好了 等你半天了 你怎么了 说话不方便呀 我这儿有人哪 你跟谁在一块呢 我 我一会儿跟你解释行吗 你快点 我马上 乖 乖 乖 你这个有点不太对头啊 我说你有点信心不定的 糟糟糟糟糟的 不是 什么意思啊 是谁给你打电话的呀 我老婆 你老婆 你老婆 不太像吧 这是你老婆呀 我不是金总这真是我老婆 你老婆 这不是我明天知道我副事了 就让我马上睡觉 好 好 你老婆好样的 我告诉你 其实是有罪要不重要 她是不放心你 像是变相的查房吗 这个我晓得了 你这样这样这样 你告诉你老婆我陪你 让她放心好了 不不我不用陪 不用陪 您别麻烦 干脆这样 我今晚住你这了 对 我住在你这好不好 不是 不是那个金总 那个我 我一个人睡惯了 我不习惯两个人睡 我不是 就是我呀 我睡觉大呼噜 声音特别大 你看我在家的时候 吵得我爸妈都睡不着 您还是回去休息 真的没关系 我俩记得太有缘分了 我真的非常奇怪 我不怕呼噜声 我不怕噪音 我可以睡得很着的 跟死过去一样的了 我俩真是有缘 我告诉你 还有一个情况 我跟你讲 就我睡觉还特别安静 呼吸很匀 我还不打呼 因为我这个睡的 我那个小时候没有倒 我不打呼的 所以说我俩就太有缘了 我说你老婆把关嘛 让你老婆放心 您出去找我 不啰嗦了 不说废话了 我去洗漱一下 你这么大了 我真好安静 我洗漱一下 你怎么回事啊你 你先听我说 先别急醒了 我跟你说 就是环球地理那个金总 就是巨能疗那哥们 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跑到我这儿来了 就玩了命的跟我聊 我真的我连电话 我都没时间 就跟你回过去 这人现在都告诉我 要住我这儿 真的假的呀 真的 那你就赶紧了 那走啊 我轰他来着 我轰不走 那你说我不能 我说你滚出去 我不能到那儿说吧 那不合适啊 行 那你就别过来了 不是 那你别着急 你别生气行不行 那这么着好不好 等他睡着了的 睡熟了的 我偷偷了 后半夜我就摸过去 好不好 不用了 我自己先睡下来 不等你了 我肯定我能溜过去 你想看会儿电视 等我行吗 讨厌 那你快点啊 好嘞 他们俩呢就就就结婚了 结婚以后呢也是很常态的 采明员将出差嘛 上班下班呢 老婆还在看头的过着 但是这个时间不知不觉啊 也过得挺长了 那么情况发生在什么时候呢 我记得是 二姨是婚礼 其实我老婆呀 我老婆她表姨的外甥应该是 对 其实我太太的表弟 你听懂吗这个 我太太表弟 然后呢 他们结婚呢 我们去吃喜酒大家 其实那个时候吃喜酒啊 其实跟现在不一样 我们现在这么找个饭店 我觉得那个不好玩 然后呢 大家把菜时间就在那做了 黄瓜 送花蛋 凉粉 好像有猪耳朵 有猪舌头 还有猪嘴 炒豆片炒肉丝 红烧鸡 这么大糖醋鱼了 几块钱就可以吃顿大喜 对 我说了一点远了 我到 我说的意思是 更多的是 说什么事情 是在那发生了一个 其实她姐夫 就长得比较帅 有点吸引人 我看他们俩有一点不对头 表亲子呀 外甥啊 姐夫呀 还有姑姑的孩子呀 你都赶紧支持她 可能会跟那个女孩子 发生什么事情 立即把她制止了 我拯救他们婚姻呀 一点不过分的 他们现在过得非常那个 你是不是不爱听我说这个呀 爱听 爱听 其实听听别人家故事啊 还是对自己会有帮助的 我还以为你刚才睡着了呢 半天不讲话 没有 没有 我回味呢 你回味呀 太好了 其实我 我其实对着受困了 秦总 你困了好 不不 既然你 困了您就赶紧睡吧 好吗 你听进去的我必须要讲的 真的 因为你能听到我的话 你靠着靠着靠着 靠着你听我说 你看这一年来哈 我们家发生多少事情 我记得把它说吧 第二年 还没有 一位 hazard 叮现 虽然 叮现 十五大堂 像中四百多年七少年七月 南昌公甩小姐 十五大堂 七大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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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我不瞒你今天跟我做一个班级就咱们一块来的 我们俩想要孩子 就这个月算来算去就是这几天 就怕耽误了 所以就楼底下等着我 就我现在就是向楼找她去 看来那个女人确实很犀牛 那是我老婆 她不编了好不好 你这个谎话编得很幼稚的 你晓得吧 你听我说 你是来干什么的 当我们这个一流的大公司 一流的团队 你是来应聘什么来付试的 这么大的事情 你把自己老婆带过来 在这两天照孩子是吧 谁会有这么幼稚的想法 是你能想到的吗 会吗 你会这么做吗 可能吗 笑了笑 那个 君总啊 我刚才跟您开玩笑的 本来我这起来 我想上趟卫生间 结果您醒了 我这不是您给我晚上讲了一晚上 那个为我好的话吗 我这想跟您小幽默一把 现在我本来我想娘娘 也别回家再睡觉 好好 再睡觉 太俏皮了 一模糊 我一遍 没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以你一个老大哥 也计是你未来领导的身份邀请 你把手机交给我 我再发一个 我发错就一个 你不要以为一个姑娘一小时大 小的吧 你是来干什么的 明天早上交给你 立即睡觉 好的 明天早上 小瓜 小瓜 起床了 起床了 小瓜 手机 工具援助 谢谢 谢谢 已经没电了 打不开了 那充电器在我老婆手里 没 没关系 你反正今天咱们待在一起嘛 有什么事需要用手机借我的好的了 抓你起了 时间已经很紧张了 我到下楼了 咱们大堂及格 去总部服事 晓得了 抓你时间了 您好 先生 您好 这 这房间那客人呢 客人已经退房了 谢谢啊 没事 再见 先生 您好 我是那个815房间的果先生 您刚才给我打电话 你给您点签 是 610房间 杨先生给您留个便签 好 好 谢谢啊 好的 不客气 果先生 还有什么事啊 您好 没事吧 谢谢 果大 对对 不是的 不是的 谢谢啊 时间到了 慢走 果先生 哎 哎 说你呢 站着 等你半天了 滚 滚 你什么意思啊 一天到晚催催催催催的 我也没说不还钱啊 我已经找人借了 再说这么一大笔钱 你就让我有时间吧 说好了啊 既然你们是利滚利 是吧 我多拖一天 你们就多赚一天的钱 我不明白你急什么急啊 靠 用不着你告诉我该怎么做 你这样的我见多了 赶紧还听见没有 拖的时间越长 什么事都可能发生 我警告你 就给你两天时间 对了 另外我跟你打听俩人 苏青 薛素梅 他俩你熟啊 你腰不还 我找他俩聊一天 我找他俩聊一天 我找他俩聊天 你还好 是吗 对啊 你去看看 你看错了 这水板像 是吗 对啊 对啊 那是挺像的 不过清姐 姐夫好长时间 都没来接你了 她去美国了 去美国 对啊 她怎么在这么关键的时候出差啊 你看你肚子都多大了 这有什么 不就生个孩子吗 我自己能行 谢谢啊 真是的 太好了 那个 大家准备准备拿东西上车吧 车来了 还有检查检查 有什么手机充电器 有没有什么帮拿的啊 光美 果然 恭喜你 副师表现真的不错 几位考官都跟我夸你呢啊 我跟你讲 你这次能表现得这么好 你一定要好好地感谢我们金总对你的栽培 谢谢 要不我也此话说了一点过了 其实他自己的努力 我们俩就这个缘分 对吧 我跟你讲 他的前途不可限量的 这不效果 谢谢金总的夸奖 但是你必须要承认一点啊 昨天晚上我们没有白谈吧 对 是不是给你一定的启发 对你今天的发挥 是不是 是的 是的 因为金总跟我说呢 刚才还说说 你们俩昨天晚上聊得特别开心 聊生活呀 艺术呀 反正说你们两个人特别投缘是吧 对 非常投缘 那个果然你跟金总 你们两个人先回去 因为我这边上海总部 还有点事要谈 人家客人在等我呢 就不送你们俩了啊 不是 那个光美 就咱们俩能不能借一步说话 对 我有点事情想跟你说一下 我明白有什么事 咱俩回去再说呗 我还有点事 人家等我呢 我先走了啊 好 你干嘛 不送了啊 光美啊 我 全都等咱们的 快 拿着你的包包 谢谢 谢谢 好的 好的 来来来 哎 我排行 咱俩 顶俩 啊 秦总 能借您电话用一下吗 你打给谁呢 打给我老婆 这真是我老婆 谢谢 喂 老婆 我果然 是谁电话呀 这个手机是那个 环球地理金总的电话 我那手机没电了 也没带充电器 我就借金总电话 就给你打的 我告诉你啊 我现在在去机场的路上 两个小时我就到北京了 你就在家等着我 哪都别去 听见没有 哦 就在家等着我啊 一切都准备好啊 呵呵 我知道了 谢谢 这就对了 看来昨天晚上的故事 没有白讲啊 不然也从需要深层交流的 嗯 很好 你现在看了就非常健康 非常阳光的 很好 谢谢 嗯 嗯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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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困死我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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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你说你你说这怎么回事啊啊 手机家里电话都没有人听 是不是他正忙着什么事没听见呀 估计一会儿得给您打回来 哎呀 忙什么呀 那那个手机不就是有事就打个电话吗 你说你不听你妈 你不成道具了 哎呀 别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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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我来 你妈呀 我来我来 你运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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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炸流血了吧 等等等等 我去拿那串可天姐等着啊 没事 没事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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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你瞎那样 那有点小伤 算什么呀 嘶 我 那这李叔叔是不是睡着了呀 没听着电话 哎呀 睡什么着 打白天的 再说就是睡着了 睡那么死啊 这么大都听不见 老年人没那么多叫 哎呀 不不过你也别多想 指不定是怎么回事呢 我跟你说啊 我这一早晨啊 我这左眼就在跳 就一直在跳 而且你看手还这样 这肯定是什么不好的这个 那人家不都说这左眼跳财吗 哎呀 那是说男的 女的左眼跳不好 行 我还是打一个吧 果然 你回来啦 不是我 是贼 老婆 你准备好了吗 那呀 准备好了 哎 老婆 那个充电器 手机充电器给我放哪儿吧 茶几底的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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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提神奴儿爷洗澡您 抓点警了 昨晚晚上就耽误了 不是你爹洗澡全都要干 行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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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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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电话你有没有啊 能联系上不 我能联系上李葵啊 怎么了 就是那个 我给李叔啊打了十几个电话了 家里和手机都没有接听 我就觉得有点紧张 不对劲 妈 你别自己下着急 没什么事 那个不会有事的 我现在就给那个 给他们打一个电话问问啊 我等你信啊 哎 好嘞 好嘞 桃子 葳葳 你跟李葵在一块儿了吗 我在我身边呢 这样啊 因为那个我妈 给李叔打了好多电话 李叔都没接 我妈就有点担心 我想问问那个李葵 知不知道李叔去哪儿了 哎 那你等会儿啊 桃子葳 你知不知道你爸去哪儿了 我想知道 他还说他不知道 哎 要不这样 一会儿我们联系上 他爸就给你回电话 行 那 那我等你电话啊 哎 好 薛姨找不着你爸 有点着急 你要不赶紧 给你爸打个电话 薛姨找不着我爸 嗯 他们俩 快 手机没人接 那你打顾话呗 说不定在家 嗯 給你帮che iring How Yang 密接 fest 一下 麻烦人接 还是没人接 是吗 但是不合适 不合适 喂 妈 怎么样 桃子 李逵他们也联系不上李叔 就是他们也不知道是吧 行 我知道了 不是 妈 您别着急 我听了您这说话音都变了 别自己吓自己的 不会有什么事的 行了 行了 没事 我不着急 行 那这么着 好嘞 大爷 您先别太着急了 不是 您这说的 我这心里头都跟着挺紧张的 我也是控制不住我 我也不想往那坏处想 主要什么呀 秦儿啊 现在这老年人的病也太多了 真是什么 高血压 脑衣血 心脏病 经常就突然 哎呀 当然你李叔他不会 但你李叔他不他 他一个人住你知道吗 他也不跟李逵在一起 你说他一个人他万一万一 你谁知道我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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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怎么了 要不这样你给威威打个电话 让他们开车回去看看 算了 还是我亲自去一趟吧 哎 妈妈妈妈 喂 头子 哎 贝贝 我妈那心里实在是不踏实 已经往李叔那赶了 这样如果你和李逵 你们联系上了李叔 就赶快告诉我一声好吗 行 那我们联系上了 就再打给你啊 哎 好嘞 怎么 薛依还是不放心你爸 直接上你爸家去了 去我家了 嗯 那咱们也去看看吧 我也不放心 哎呀 妈 哎呀 妈呀 哎呀 好听 哎呀 妈呀 不要 哎呀 不要 还是没人接 咱们前面又是红灯啊 我感觉特别不好 特别不好 快快快快 薛言 喂 你怎么了 喂 你问你问 快的 我崴了一下 没事没事 我会看你爸去 快点 快点快点 快快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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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夫 没有生命危险吧 你们不用担心 我刚刚看过脑CD图 是机性脑稿 也就是栓塞 幸好啊送来得比较及时 而且这个栓的位置啊也还好 所以呢你们不用担心 不会有后一张 哎呀 哎呀 哎呀太好了 哎呀太好了 你说你妈这感觉真是 哎呀太好了 这样吧 你们先回去给病人准备一件换洗的衣服 还一些日用品 好吧 哎 另外呢 从这个CT上来看 这个脑部的后半部分 有一个拴塞点 请问你爱人以前 是不是有这方面的病史 不不 不是我爱人 是他爸 太后您说得对 我记得我妈妈去世的时候 我爸爸就是于伤心过度 当时就脑梗了 爸 妈 挂上 挂上了 那个李奔啊 那你在这 跟他多了解一下情况 好好好 我先过去 好 来来来来 来来来 好啊 你这鞋又脱了 你放过原处 天天你在前头扔 我在后头给你捡 你这找了一个老婆回来 还是找一个老妈子回来呀 找老婆回来 好老婆 我迷迷糊糊的 我迷迷糊糊的 我迷糊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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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你不怪 有点发烧啊 我迷糊 你 你试试提问吧你 嗯 你觉得我迷糊 不是太对劲了 那 接 接好了 嗯 谁呀这么爱 给你打电话 是啊 谁呀这么爱给我打电话 哎呀 我都甭看那电话 我都不认识 这点给我来电话的 要不然就是问我房子卖不卖 要不然就问我要不要保险 垃圾短信完之后就是垃圾电话 嗯 我上个洗手间啊 嗯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看到 喂 光美 你觉得这点老给我打电话合适吗 不 不合适吧 有什么不合适的呀 我就想跟你聊两句 我老婆逃脱在家 你这点打电话 是不是有点太暧昧了 我说啊 果然 果然 哎 哎 我马上我马上就出来 哎 别着急啊 马上啊 你听听了吧 哎 哎 哎 是不是在里头打电话呢 马上我没打电话 谁打电话了 我马上我就就出来了 马上啊 马上 马上就出来了啊 马上啊 宝贝 哎 马上出来了啊 出来了啊 出来了 在里面干嘛呢 我没在里面打电话 那你为什么说话呀 我 我说话了吗 我是打游戏来的 打游戏我 我老过不了关 我嘟囔两句 嘟囔呢 嗯 神神叨叨啊 你给凉了吗 都掉了 再去网上上了 得 行 那也别洗澡了 赶紧休息吧 好不好 走走 我抱抱一下 你不要在这儿躺我 抱你什么 到床上躺 到床上躺呢 到床上躺呢 完了 我给你那个气 背那个感冒情味重剂 好吧 果然我想你 请搜回电话 果然你在干什么呢 我想 我想你 行行行行 看到了没有 看完了 删了删了删了 连那给他发错的一块去 全部趁空 删删了 真删了啊 删删删 真删了 你说这老金可真是 这拍得太实点了 一拍搁下手一哆嗦 直接哆嗦就包美了 这太久了 晚上我给你说那个七星 就是飘飘 哥 就环球地理这事啊 事已至死发展到这一步 已经产生这个误会了 我必须 我得跟你们 嫂子陶子 河畔脱出路 要不然我就觉得 我这心里头吧 我就跟你当个贼似 哥 我觉得我现在就是一贼 你知道吗 哥 哥 别着急 哥 你原来不像 现在真有点像 哥 哥 我跟你说 当贼不至于 但是这事现在 必须得跟陶子再说 得说了吧 你要是不说的话 那时候我才能收拾 哥 别再说了 我觉得这事吧不能说 你说整个环球地理这事 要不咱之前 就干脆告诉陶子姐 既然之前都没告诉 你现在告诉算什么呀 不是 这不是有误会了吗 你不能让这误会继续下去 又是而且 现在不是在告诉你吗 哥 你先别急 等到咱进了环球地理 这事咱慢慢跟陶子姐解释 我和七星不是也知道 你和广美这是误会吗 等到时候我们俩帮你啊 帮你把陶子姐叫出来 一五一十地 咱把这事全盘托书 我们俩好好地跟陶子姐解释 再说了 哥 你觉得现在说合适吗 怎么不合适啊 你不是跟陶子姐 一直想要个孩子吗 我是女人 我了解女人呀 听了这事心情肯定不好 心情不好了 那怀孕了之后她就拧巴吧 她带着拧巴的心情 生意拧巴的孩子 你肯定后悔 还真是 那就先不说 我觉得不说 那就等到环球地址这事都过去了 就你们俩帮着哥 一块儿去跟你们陶子姐 咱一块儿解释 你放心吧 你放心吧 肯定到时候再帮你这事 但是我觉得广美 我得给这广美打掉 我不能再让她这么误会一下 我得打掉 我跟你说清楚 你给她打得着吗 你别慌 你别和广美咱俩 我慌吗 不是 我问你 就广美咱俩了解不了解 了解 就是你现在越给她打电话 她越觉得你对她有意思 你明白吗 我跟你说 如果你要是想跟她说这事的话 你就给她发一短信 对 发一短信 发短信 你们俩看啊 我短信我这么说行不行啊 我说广美你别误会 那短信信我发错了 我是要发给我老婆桃子的 这不就说得很清楚了吧 等等 很清楚了吧 是不是 不对啊 哥 你说你现在发短信息和打电话 有什么区别 不都一样吗 我说你不只让他吃东西 就吃东西 你不要吃东西 就吃东西 你会吃东西 你先走 感谢观看